大家好,歡迎來到戴希的頻道 今天帶大家來到敦化南路旁邊的牧羣飯店 走進大廳就可以聞到真正的白色香香氣 白大理石的食材裝潢 兼具時尚與現代風格 在二樓的話是我們不是都從一市產店 這邊請 好,請看個點 一家上樓的話就用一張房牌 待機兩邊都可以做乾淨 這樣樓層就可以了 嗯,出了啦 出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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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開箱 在這邊入住的 霧宣客房是霧宣飯店裡面四個等級裡面最高等級的客房 就一起來看吧 走進來的左邊是浴室 墨浴背品 比較特別的是它有這個 不同造型的身體乳 那其他的墨浴背品還蠻豐富的 還有針線包可以用 這個啊 打開的時候 裡面有漱口水 牙線包 指甲戳刀 花花棒 這應該是髮袋 看到那個 牙線包啊 就讓我想到 之前在 某一間飯店的時候 沒有提供牙線包 然後打去總機 還是沒有 結果要自己跑出去買 所以這個 有牙線包我通常都是加分的 這個是化妝鏡 女生在化妝的時候可以用 然後坐到這邊它是免治馬桶 旁邊還有一個很可愛的木質的植物凳 可以如果你拿手機進來上廁所啊 就可以看我放在那邊了 春風就是Tesco 不小隻 對你說來說吹頭髮很方便 再看一下浴室 浴缸的皮膚 這是浴缸跟淋浴間 淋浴間它有花灑 跟淋浴酒 這個位置不錯 但如果是我的話 我比較習慣就是可以 高一點點蓬頭 然後就直接沖 但花灑那還是可以啦 旁邊的話有一個是 意大利品牌的沐浴酒 洗髮精 潤絲精跟 沐浴乳 看起來蠻要實感的 在浴缸旁邊啊 居然還有沐浴鹽 這超貼心的 很少飯店有看到 大部分飯店都是有浴缸 但是沒有另外提供沐浴鹽 還有菜瓜不可以用 旁邊這把手蠻多 你在泡浴缸的時候 如果是長輩 你要起來的話有扶手 也會比較方便跟安全 浴缸邊有蓮蓬頭可以用 所以你要在這邊沖澡 好像也可以耶 好像可以兩天一起 用一起洗澡 都OK 來開箱我們的房間 進來的話 左側這邊就是我們睡覺的空間 是Kingsize的床 那中間那個M開頭 其實就是沐萱酒店 沐萱酒店的英文是Madison Hotel 那它的M就是代表Madison D的開頭 還有這個很特別的壁石 感覺非常大氣很好看 這邊的床板設計 除了木輪之外 還有打背光 也是多了一個漸層感 電視的話 以 就躺在床板來看的話 這電視大小也是OK的 再來是一個 辦公跟休息的空間 這個辦公桌 它有一個超大鏡子耶 很輕巧大的 然後上面有一些 可以做Rain Service的餐點 這邊是 Sony的藍牙喇叭 座座旁邊還有 USB充電 跟萬國插座 一般插座 插座數量算是 每個地方都可以看到 還蠻好用的 這邊有 有些信封 的iPhone紙 網路線 十八個線箱 沐萱飯店的位置 它是位在東華南路旁邊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窗截 打開 就是 樹蔭 這邊還剛好有人 有一個老爺爺在散步 帶著狗狗在散步 我想到我們家的彩彩 這邊 這邊 在這裡 在這裡 就是有這個view 其實還蠻chill的這個空間 我這個小拍影 它是有一點 雙絨木的材質 如果要喝飲料啦 有一個人在辦公 另外你在這邊 可以用個電腦 或是喝喝東西 好酒杯 這樣真的很chill 這邊是房間裡面的秘密棒 咖啡包 兩瓶水 還有洋芋片欸 多利多斯跟樂士的洋芋片都有 打開第一個抽屜 茶包是twinies的 還有 雀巢的咖啡跟 餐具組 如果要叫外賣 這餐具組還蠻好用的 我居然有三種玻璃杯欸 高橋杯的一段玻璃杯 還有這種比較小型的 感覺在裡面喝點紅酒什麼的還不錯 這邊還有冰桶 可以跟櫃台直接 要冰桶 冰塊過來用 熱水鍋 打開冰箱裡面 也是淋冰飲料 是可樂跟兩瓶水 所以一個房間總共是瓶水 但不夠的話還可以繼續跟他們一樣 這邊是衣櫃區 衣櫃區的衣雅很夠用很多的 比較特別是他的這個 浴袍 顏色蠻特別的 它是有點灰色的 我給他穿 然後這邊也就夠霧袋 它不像其它是比較反過袋子 它是一個紙袋式的 可以帶走 這樣做紀念 是衣袋 這個脫鞋很厚欸 感覺是有點毛巾霧感 來 來吧 另外帶大家看一下九瓶大的墨圈客房 十瓶大的濾景客房 走到底的話就是 敦化南路的藍樹大道 第二天早上來到二樓的 Gustoso 大力料理餐廳用餐 裝潢設計一樣是低調奢華的路線 用了大量的白大理石 餐點中西市都有 最令人喜歡的是 現煎料理台 居然有黑松露炒蛋欸 超好吃的 是 我 我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